老师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超马家人,大家好 我在两三年前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自己的投资生意也失利 那我先生的事业也做得不顺 那我们本来就这样潮潮,潮潮满很多年 那在两年多前,因为本身那时候我先生事业就做得不太顺利 然后又刚好有一个人找他合伙做生意 然后在大陆,那我们全家人都反对 那我也很反对,那因为反对无效 后来我就用离物威胁 结果还是无效,他还是执意的要去投资 那我也知道说这一笔投资下去,就是实陈大海,绝对没有存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这样想 后来真的是就失利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关系就很差 反正就吵吵闹闹,一直到后来他把电话我都不接 把回来都不接,整整三个月我没有接他电话 后来我接,但是就是想进补兵 一直到前年的大概十九月还是十月 我接触超马 那因为,其实那时候因为心情很浮躁 所以其实也看不下书 那拿回来大概一个多月也没有看 后来是因为婉栗就开了,就是在襄阳路那边开办了读书会 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去参加了读书会 也很感恩婉栗那时候的带领 所以我参加读书会之后,我才慢慢能够尽恰心来看懂这个书 后来也因为有这个姻缘就跟那个老师一对一的咨询 那去咨询,我就第一个问题我就问老师说 老师我要离婚 那也很感恩老师也给我很多的开示 然后他也丢了一个问题给我说 呃,你想想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离婚 就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回答他 然后我就真的在那边大概静下心来诚实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我就跟老师说,就是互看不顺眼 就这样,那很感恩老师给我一些开示 那回去之后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 我就开始做心法 呃,结果那时候就是刚好遇到过年 我先生又回来,那我本来就是已经就是关系都很差的 然后结果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我就做心法做了一个礼拜 结果呃,再过完年我先生要出国的时候 我竟然有一衣不舍的感觉 有没有很神奇 有啊 更神奇的是,但我不可思议的是 我把我的感觉跟我先生讲 我说很奇怪,我怎么这一次 我怎么今天觉得说,我有一衣不舍的感觉 我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先生竟然说,我也是这样 我当下我真的觉得,我当下就是马上感恩老师 我知道说老师给我很大的帮助 我知道他帮的我许多了 嗯,就这样,我知道说这个超马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认真的做心法 也针对我们的,呃,夫妻的感情 针对以前的吵吵闹闹闹,我就一直做心法 去做忏悔 嗯,一直到大概做了三个月 就是慢慢有改善 然后,呃,大概到半年去年的七月 他也愿意回来就参加老师的讲座 我还特别叫他安排在老师的讲座时间回来 然后回来,还特地到高雄去上了讲座 那上完之后,他也很认同 本来是从排斥,然后不相信 一直到叫我不要太找你 那后来一直到去高雄上了课之后 他就很认同 可是有个问题,他在 在大陆那边不能用YouTube 然后也不能用LINE 所以他就完全没有什么,就只有微信 那所以我就后来就是只能 呃,只能那个 传太阳新语给他 我就大概每天传个太阳新闻给他 然后就传那个就是 心得,有不错的心得 我就会转call给他 我就只能做这样 然后因为可能他接受的资讯比较少 所以他信心度还是不够 然后也加上工作比较忙 所以就不是那么的认真 那书是已经早就看完了 呃,就是我教他看,他也愿意看一篇 可是他也是,可能也没有静下心来 然后还没有看懂里面的宝在哪里 那也很感恩的一直到 上了女人话之后 那每次上完那个主题课上女人话之后 我都会跟他分享 那分享之后他现在都会知道说 我要去天一远上课 他会说,哦好好好,赶快去,赶快去 从,就是很感恩 从排斥一直到现在 他会叫我说,啊,赶快去学习 我要上古书会,然后赶快去 就很感恩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还有更劲爆的 有没有听过母子打架 有听过夫妻吵架 那有没有听过母子吵架 还甚至母子打架 因为,呃,我们之前 还没接触超马之前嘛 我们就吵吵闹闹 那我儿子在高中,不是,国中时期 就是那个叛逆期 就是,就比较叛逆嘛 那我先生就会比较用高压的政策 就会每次他不听话的时候 就很大声的把他压下去 那一直到,可能这样积压久了 所以他在出国之后 然后,我跟我儿子的相处 他就,就用我先生那个方式来对我 就反过来对我 对我很大声的火叫 让我觉得很失望 让我觉得说,我已经 失业也失败 然后,婚姻也不好 那我剩下的亲子关系也不好 我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我的,我的未来 到底,我还如何,要如何的走下去 然后,那时候就是经常会跟我儿子 讲不到三句话就吵起来 然后,甚至有时候 小小事情又要吵起来 有一次还为了那个,我先生 竟然送他手机在他考试前一天 那为了这个手机就闹得不可看 然后,甚至打起来 有一次还两个吵起来 吵到就是还打电话到马路两个去 去投诉这样子 现在想想真的是很没有智慧 我现在看到,人在低潮的时候 真的是很没智慧 后来学习新法之后 我就对我儿子做忏悔 就在忏悔当中 我就看到一个画面 那个画面是在我儿子小时候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带他去那个游泳池 游泳 那当他穿上游泳裤 把上衣脱掉的时候 只看到那个背部 一条一条的好几条的痕迹 那个是我用一脚打发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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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时候我生完 生完我儿子之后 我得了那个 甲状性抗净 那甲状性抗净 那时候脾气会比较急躁一点 会比较没有耐心 那其实我也大概打过他两次而已 可是就那一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一脚打他 在我做心法的时候 那个画面就浮上来 一直留在脑海里 我就后来针对这个话 我就针对这个事件 我懺悔了三个月 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才慢慢的耗重 不然我儿子本来 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的关系 已经糟糕到 我很怕我儿子 人家是儿子怕妈妈 我是我很怕我儿子 我害怕跟他讲话 我害怕面对他 因为每次讲话 变成他会修我 后来我会想想 我自己我做心法的时候 俯伏上那个画面 我才知道 这是现世吧 还好我解释了超马 然后慢慢的三个月之后 慢慢有改善 那虽然有改善 还是偶尔会常常我进来考验 但是我自从学习超马 做心法之后 我没有再对他修过 虽然他刚在初期 他还是会很大声 可是口气还是会不好 那时候我就 我就不会再发脾气了 我会对他讲一句话 我说我是你妈妈 我不是你的仇人 请你讲话客气一点 我只会讲这一句话 我记得我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讲这一句话了 应该从大概半 大概做心法大概差不多 就是三个月之后 就慢慢的改善 大概半年之后 就慢慢的比较好 大概没有再讲过这一句话 甚至现在 从去年开始 大概就是忏悔 做心法半年之后 他就开始会慢慢的跟我分享说 他去工作的事情 主管的事情 跟他跟我分享 还有他去打球啊 去比赛啊 教练对他们如何 就开始会跟我分享 以前是不会跟我讲这些的 我们以前是害怕对话的 那现在都可以跟我分享 一直到上礼拜 让我更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有发一个月 刚好到礼拜一 到礼拜一那一天 我完成了 然后很奇怪 我完成了那个月之后 那一天我儿子竟然就 就是跟我了解 然后问我 因为他对我做这个超马很不屑 他说你做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那一天很奇怪 他就给我机会 就是问我问 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叙述说 本来人生的阶段 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然后我从国小 你国小的时候 幼稚园的时候 我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去做什么义工 做什么事情 以前捐了钱 捐了钱 然后做了义工 做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这个是最好的 最能够帮助人家的 然后可以 也可以从教育做起 也可以从小朋友的教育做起 从弟子规开始 不但大人学了弟子规 小孩学了弟子规 我讲一讲之后 我儿子很认同 他说他对我讲的这些话 我目前做的他无话可说 就表示他非常的认同我的 我真的很感恩 感恩这一切都是天地给我的 我知道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你知道这个亲子关心 跟我前面所讲这些 夫妻的关心 绝对是用钱买不到的 今天如果没有操码 我想想我还在地域里受苦 我的明天还不知道怎么过 真的很感恩天地给我的 这些感恩导师的教导 谢谢 谢谢 谢谢